老师 来 珊娜老师 我问一下小刘 那个 就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呀 我的人生目标 就是挣很多钱 然后到处去玩 那以你现在这样 挥霍的这个程度 我觉得你这个目标 挺难实现的 你知道 在你们两个人 这段感情当中 你有很多的行为 是越界的 就作为她的女朋友来讲 你的很多很多行为 都是越界的 就是如果你是 单身的情况下 你所有的种种 一周四五次酒吧 这些行为 我们都不做任何的评判 但是如果你有一段 稳定的感情 你承认 这是你稳定的男朋友 你承认这是一段 稳定的感情的时候 你这些做法 都是越界的 为什么 评判越界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看你的这些行为 有没有刺痛对方的心 有 你删微信 然后不顾他的感受 结识那些异性的朋友 并加微信 然后聊天 如果你要是想要 继续这一段 稳定的感情 那你确实要改变 你的种种行为 如果你说 我没办法改变 我的这些行为的话 那好 请你放过这个男生 否则的话 再下去 就是对他万般的伤害 因为他很明显 是要有未来的 他是需要一个 跟他有着 共同成家一个目标的 这样的一个女性 做他的女朋友 而你现在又恰恰 这些完全不是你要的 包括他 所以我觉得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咱就统一 就不能我又需要一个人 时常一直陪在我身边 就是在我需要他的时候 他得出现 然后在我玩的时候 你别出现啊 你别管我 别打扰我啊 那你不是太自私了吗 对吧 不是什么想要 都能得到的 咱得先付出吧 然后我觉得 自尊自爱很重要 千万不要让其他异性 给你贴上交际花 这三个字的标签 那样的话我觉得 你到头来 就是你现在过度地放纵自己 最后会活得很失败的 谢谢 好 谢谢莎娜老师 小刘 你那个餐八 几十百分多少股份 我没有 就是我男朋友开的嘛 然后我有给他 就相当于我投资他吧 是他开餐八 对 你投资他 就他中途有 就资金周转不过来吧 然后我有给他钱 多少钱 二十几万吧 是这样的 我们餐八的话 是他借给我的钱 然后我自己 也出了一部分钱 就是因为这个钱 已经还给他 而且他亏货掉了 所以 所以我才来这个节目 我就是想让他 开支少一点 多长时间 一年 两年吧 那我就想问一下 如果你的男友 他出去会别的女孩 凌晨两点 说不定还给人家 买个什么东西啊什么的 反正你也不知道 他有多少钱嘛 你会怎么样 那肯定不行啊 不行 对啊 那为什么不行了呢 因为他跟我一起 就他没有家庭地位 只能你去凌晨 跟人家一起玩 他有时候 跟他一行朋友玩 我也没说什么 但一般 他就会交上我一起吧 你现在天天玩 你有没有觉得空虚 没有吧 因为我也要上班了呀 不是 我是说 你每次都是玩成那个样子 你有没有 因为我以前也玩酒吧嘛 有时候玩完了 会有莫名其妙的空虚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很少吧 还没有 我跟你讲 如果你要等他 最少还得等五年以上 不 他现在空虚了 也许玩一两年 他像你一样也能收心 但是像他这样子 就你要想清楚 你要不要再忍他五年 老李你以前玩酒吧 玩得多么的疯狂 这个是 对 我们是蹦梦凌迪的 就是六点再蹦一波 他突然就觉得 哎呀 真没意思 我后来就 你们不知道什么是梦凌迪吗 就是他说的 他确实说的对 就是蹦到三点是一场 三点再蹦到六点是一场 六点再蹦梦凌迪 开得那么晚啊 陆继学校的很多师哥 都从杭州那会儿坐火车 就是坐火车去上海蹦迪 是吧 蹦完迪早上他们再坐火车回来 我同伴都经历 老师哥不就是你吗 我没有去过 就我在这方面 是一个特别遗憾的一个课程 就虽然你不理解年轻人的生活 我能理解 但是我理解什么时候那会到头 因为人嘛 他都会这样 那他吃你 你有看到吗 有感觉到吗 理解吗 好自为之 我心疼你啊 来来来 听杜老师这么说 你那二十万是哪来的 我家里面给的 每个人选择自己的风势 你甭管你蹦梯不知道多晚 你二十四小时蹦梯 都是自己的选择 但问题是 我家里面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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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